根据这些慢性疾病的问题 我们就推出了这个 newin organic pumpkin seed protein 所以这个产品的主要活性成分 有姜黄体洗物 啊 胆胆体洗物 石根藤体洗物 钥码籽油 金氨酸 叶黄素 一米黄制还有维他命C 基本上它味道 我们也是已经把它改进了 它的口感是属于比较浓一些的 比如说有点像是 啊 real shake 这样子的 而且它会更加顺滑 跟口感会更加比较顺滑 用的是姜黄 虽然也算是姜的一种 可是它没有了 姜的辛辣味 因为姜黄和姜虽然讲 是属于同一氢气这样子 可是它的主要成分是相差蛮远的 而我们这一次的是姜黄素 姜黄素本身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 另外就是我们加强了它的饱足感 从原本大概两个小两三个小时 增加到差不多四个小时以上 我本身就自己有已经有幸 有这个同性适量的那个sample 所以那个 对我来差不多可以耐 差不多最少十个小时 然后蛋白质含量也是比以前高三倍 所以从原本的大概五克 就是两个scoop 5克 增加到15克 然后它的增济效果会加倍 而且对于肌肉对话比较快的老年人来说 是更加的有帮助 最后就是它是属于BGI值的一个产品 就是GI值基本上就是 它对食物吃进去之后对我们的血糖影响 BGI值基本上意思是说它不会影响血糖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产品是更加的适合他们饮用 他们可以不用担心的去服用这个产品 因为它不会让你的血糖走掉 这个吃的是没有那个姜的辣味 完全都没有它 它的味道主要是比较多是有一股奶香味 还有那个Pumpkin的那个香味 它喝起来就有点像是Nestum Cereal那种类型的味道 我就是对于之前可能不太喜欢那个姜的辣味的人来说就是 非常的建议可以试看这个我们的新款的这个Pumpkin Protein 所以这个姜黄素是我们的这个Pumpkin Protein的主打的一个原料 所以姜黄是基本上被称为香料香料中的黄金 除了是因为它的颜色是金黄色之外 也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那这是我们的姜黄素选择了叫2 machin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2 machine R的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姜黄素选的一个注册品牌 所以这种通常有注册品牌的东西基本上就是 可以算是一个品质保证 因为它拥有大量的实验证实 这个产品是有效的 研究也证实姜黄素它具有保护 和强化肝胀功能的功效 我们都知道肝胀的主要功能是 排泄和分解身体的毒素 所以增强那个肝胀功能基本上就 意味着它可以帮助你降低生理的毒素 从而达到真正的那个排毒效果 姜黄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消炎系品 这是因为姜黄素有很好的消炎功效 让我们可以大大的降低得到很多的慢性病的风险 关于姜黄素的研究中就有发现 姜黄素对于 神经系统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 关节炎 糖尿病 八肢海默症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老人时代症 还有心血管疾病 癌症还有肺病 等等的都有很大的那个帮助 另外一点就是姜黄素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 因为病毒没有办法复制就是没有办法繁殖 所以身体就有可以在更短的时间之内消灭病毒 还让你的病情恢复的更加快 所以我们的2mashing这个注册品牌 就有对于 呃呃呃 病情肝炎还有H5M1做过研究 然后它可以明显的抑制病毒的复制 等到病毒的话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现在的新冠病毒 姜黄素真的是对于新冠病毒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很明显的就是 姜黄素对于新冠病毒的治疗是有很好的功效 大家看到就是姜黄素的各种的研究 姜黄素是一个好处非常多的产品 而且全部都是受到那个实验认证的 其中就当包括这个 antialzheimer就是抗老年痴态症 antialzheimer就是抗糖尿病 还有那个关节炎啊 还有就是血脂肪啊 还有护肝肺病 抗发炎还有最多的这个是抗癌的那个研究 其中癌症方面就会有 疑导啊大肠啊糖光啊皮肤啊肺乳房 然后头和颈部的那个抗癌症都有很好的那个效果 所以我们的这个姜黄素 和传统的姜黄素是 也是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传统的姜黄素它效果虽然是很好 可是它有一些缺点就是它的生物利用度非常的低 举个例子可能是100克来讲 或是1000mg来讲的话 你可能只吸收到可能10mg 还是20mg这样很少罢了 所以就是可以讲是大部分都已经是浪费掉了 第二就是它不容易水 所以很难就是做成一个很好的那个配方 第三就是它的有效剂量非常的高 因为很难被吸收的关系 然后我们现在采用了这个 新一代的姜黄素 它的不同就是它已经克服了一个 传统姜黄素的那个确定 它可以达到100%的这个水能性 还有100%的生物利用度 还有就是它的有效剂量更加的低 普通的加氧素可能要用到大概 用到2000mg左右才可以吃到 稍微有一些效果 而这个只需要可能200到300mg 就可以达到同样的那个效果 除此之外我们这个 这个配方也搭配了Omega3 就是亚麻脂油当中的Alpha 亚麻酸就是ALA Omega3 ALA 研究证实它有很好的改善血脂 还有抗炎功效 而且还是抗血酸形成 还有就是可以预防新血管疾病 另外我们也是有搭配这个感染提取物 感染感染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东西 使用的这个感染提取物 它的那个活性成分叫做 激烙准 华语叫抢激烙准 华语英文叫Hydroxy 所以我们简称它叫做HXP 这个HXP是目前世界体质最强的抗氧化剂 所以它的抗氧化功效是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它就可以帮助你免受自由伤害 做研究证实它就是可以保护你的脑细胞 减缓你的神经退化 还有就是保护细胞免受癌变的那个风险 另外也是可以保护你的眼睛 避免就是氧化引起的那个黄斑 硬变的精光 还有就是皮肤啊 还有骨骼增生 防止骨质疏生疏松症 而且它也是欧洲食品安全基层 那就是它对心血管健康有好处 接下来这个就是金氨酸 金氨酸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我们的有几个产品中都会放到这个金氨酸 它的主要工程就是提高胶原蛋白生成 蛋白生成啊 抵抗力啊 还有降低血压 减低皮 还有就是提高肌肉 好像就是它让你的肌肉更快的增生 因为肌肉多的话基本上你就 就比较不容易肥 而且就是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 就更加需要因为老年人的肌肉 会消失的会比较快 另外也是有磁根藤体取入 这根藤体取入是一个蛮著名的一个传统草料 它是专门来帮助那个高血糖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可以减少肠胃对糖分的吸收 而且增加身体以导致生成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功效就是降低的血糖 最后就是我们有叶黄树的印导致 叶黄树相信也是大家也看到过 就是基本上它就是补眼睛的一个很好的产品 我们这次搭配了玉米黄树 这两个都是眼睛黄帆度的一个主要的色素 这两个的搭配就可以进一步的加强它的浮远的功效 关于这方面它的研究就有提高 它可以提高你的视觉性能 提高你对眼睛对光的那个感度 还有强光的对应恢复能力 还有就是炫光的承受能力 改善压力和情绪 显著减轻你的压力 还有压力造成的一些身体不佳的症状 还有就是加强认知能力 基本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补兰 加强你的记忆力 注意力 还有就是你的头脑的这个防速 然后提高睡眠质量 基本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睡前看手机的这个习惯 然后手机的蓝光会影响那个睡眠质量 所以通常在晚上睡前看电话的人 通常他的睡眠质量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夜黄色和玉米黄色就可以提高这个长期暴露在蓝光下的人 等的那个睡眠质量 另外就是它也是可以保护你的皮肤健康 因为它也是一个抗氧化剂 讲完了我们的这个活性成分 现在我们我们的产品也是受到多家机构认证的产品 所以这个可以算是一个品质保证 所以其中就有包括HCCP、GMP、Organic、Vegan、ISO22,000 还有Musty的 然后这个HALA是我们是在进行着 所以你们就可以放心了 其实如果你们有一些马来朋友 面对一些慢性疾病的问题的话 也是可以介绍给他们这个产品 讲完了我们的好处 所以我现在来做一个产品好处的那个总结 所以基本上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它会对抗慢性炎症 所以慢性炎症 对抗慢性炎症 基本上你就可以避免了很多的那个慢性疾病 因为像刚刚我刚才讲的就是 慢性炎症就是百病之源的 第二个就是抗病毒的能力 虽然病毒导致的那些疾病有非常的多 可是现在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 这个胶黄素对于B型肝炎 H5N1还有COVID-19都有那个明显的抗病毒的那个效果 因为它可以抑制病毒的繁殖 所以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快的消除病毒 第三就是抗氧化跟老化 所以基本上抗老化算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抗老化还可以强化你的肝功能 还有肌肉对话还有苦脑 眼睛还有皮肤 所以这三大重点大家就要记得了 因为这三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特点 那为什么选择牛义有机蛋白 我总结了它的一些败点跟什么 所以第一个就是 它是受到多家机构认证的产品 所以大家可以相信它的品质是绝对不会差的 绝对是非常的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这一个产品可以帮助世界74%的死亡问题 像刚才我讲到的世界全2019年全世界死亡的原因当中 有74%是因为慢性病 所以这个产品 我相信这个就可以让你们知道 就是这个产品的那个市场潜力是多么的大 因为我们的这个organic 就是针对这个慢性病的 另外就是一个大运数据和实验证明有效的产品 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所有我刚才讲的那些好那些产品的好处都是有实验证明的 不是我随随便便或是往上随便找资料这样子放进去 就是非常有幸福力的 一个比保险还值得保障的产品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不是叫大家不要买保险 保险是一个 讲讲差别就是保险是你用钱给买到 买到买到你可是你是要得病过后才可以拿到的一个保障 而这个有机蛋瓜子蛋白它是相反 它就是你用钱给你买一个 给你的健康买一个保障让你不会得病 所以一个等到你有事情才得到的保障 跟一个保障你不会出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会选择就是保障你不会出事情 因为当你有事情你就算你拿到很多的钱 可是你也是可能你都没有本事去花这一笔钱 所以一个可以保护你的家族朋友家庭幸福的产品 所以因为当一个人得到慢性疾病之后 它一定会影响到你整个的家庭 因为一个人得了慢性疾病之后 第一他一定会花大量的金钱 为了医治他的病 所以这个无形中就会增加整对家庭的负担 如果更加不幸的话 得病的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的话 那后果就会更加重了 第二就是你的时间就会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因为得了慢性病 我相信你就会时常就是要去医院讨 这样子的 严重的话可能还要住院 第三就是可能你接下来的人生就是 得了慢性病之后 你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享受你的生活 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 如果你突然间得了一个糖尿病的话 可能你就这个也不能吃 那个也不能吃 就很多的限制这样子 或者是如果有一天得了中风的话 可能严重的话可能就是一辈子就 可能在病床上或是轮椅上度过你的一生 所以就是大家都不希望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我自己本身老实讲 我是非常期待的这个产品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很想要去买 买一个三四瓶给我的家人 还有包括我自己去买这个新产品 因为它的好处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所以和我一起讲的 幻想要细语 暗号 令人不要先吃了 我现在就得到 你的心坊 是你 我维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